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1月2号 中共当局举行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告别式 以及火化仪式 过程当中媒体注意到许多细节 跟常规不同 综合媒体报道 李克强的告别仪式 基本比照前总理李鹏2019年去世时的规格 不同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写同夫人彭丽媛出席相当的罕见 而习近平制送的画圈上 也同时写上了彭丽媛的名字 根据央视新闻的片段 在习近平慰问李克强一双成红时 一身黑衣的彭丽媛站在后面等候 神情哀伤 一度要哭了出来 两人向李克强三鞠躬时 习近平的表情漠然 而彭丽媛鞠躬时身体几乎趋成90度 根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彭丽媛跟李克强相识超过35年 两人早于上世纪80年代全国清联工作期间认识 当时彭丽媛是中国著名的青年歌唱家 而李克强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时 曾经担任全国清联副主席 2005年彭丽媛也曾经当选全国清联副主席 并且曾经担任青年及共青团组别的全国政协委员 此前中共全国人大前委员长万里 前总理李鹏等告别事实 彭丽媛并未随同习近平前往调研 去年11月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上海逝世 彭丽媛曾经陪同习近平跟其他的领导人 一起在北京的机场引领 但是之后的八宝山告别仪式 彭丽媛并没有出席 有评论分析李鹏是太子党 女儿李小玲等人跟习近平小时候一起长大 即便是这种交情 李鹏追到会上也未见彭丽媛参加 强调互相之间的情谊 而这次习近平夫妇一同出席李克强的告别式 属于魄力之举 以示重视 习近平当局显然是想要借此来强调 习李两家之间的和谐 可能想要借此来辟谣习李的内斗 除了彭丽媛的现身 让李克强的告别式出现了一点不同 其他仪式规格等基本比照李鹏后式的规格办理 但是有媒体发现 中共当局可能复制过了头 综合媒体报导 二号新华社报导了李克强的葬礼 表示李克强因为突发心脏病 在10月27号凌晨0点10分在上海去世 而在李克强抢救期间跟去世之后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跟胡锦涛等人 前往医院看望 或者是通过各种形式来表示哀悼 并且向其亲属来表示慰问 新华网的这一段报道 明显是赵超已故前总理李鹏葬礼的报道 只是把病重二字改成抢救 再把后面常委的名字改了 但是却忘了修改前往医院看望的桥段 闹出了大乌龙 因为李克强从突发心脏病到去世时间很短 除了在国外访问的李强 其他在北京的常委 似乎也不太可能前往上海去看望李克强 另外李克强告别式的另外一个关注点 则是一位身份特殊的出席人士 也就是知名企业家于敏红 综合媒体报道 由北京人士透露 前往八宝山公墓大礼堂来调研李克强的 包括了现任、离任跟退休官员 当中以国务院系统者占了多数 另外也有部分调研者 来自于李克强母校北京大学 以及其他的院校 大多属于学术界的人士跟李克强的旧事 其中就有北大毕业的知名企业家 新东方创建人于敏红 于敏红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 1993年成立北京新东方学校 在这个基础上 2003年成立了新东方教育集团 于敏红身兼董事长跟总裁的职务 2017年12月10号 他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 第12届中央委员会厂务委员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宇 在X平台上发出了几张现场照片 而其中的一张图片显示出 于敏红现身李克强遗体的告别式 此外东方征选美丽生活 11月1号跟2号停播 东方征选所有的直播间 11月2号停播 其中包括了东方征选 东方征选美丽生活 东方征选之图书 东方征选看世界 东方征选自营产品 疑似是在表达对李克强的悼念之意 对此财经博主 微博大V讲逻及做投资发博文赞赏 表示于敏红还是有一点知识分子的风骨的 中共当局11月2号上午 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未病逝的中国前总理李克强 来举办告别式跟火葬 其告别式从现场的布置 出席官员到官媒的报道 完全比照四年前已故前总理李鹏的规格 官媒央视当天下午制作了一则 5分25秒的报道 也成为了外界观察这场葬礼仪式的唯一管道 有分析人士就认为 这是中共意在避开人民群众的预测 以免再横身波折 美国之音报道 针对外界所关注的葬礼安排细节 一如事前官媒预告 李克强告别式的规格 严格比照2019年7月29号 中共前总理李鹏的告别式 首先是地点 一冠例选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现场的布置以黑底白字横幅写着 沉通悼念李克强同志 横幅的下方是李克强的遗像 而他安卧在鲜花翠薄丛中的遗体 则是安置在礼堂的中间 身上覆盖有中共绑极 对照相隔四年李鹏葬礼的遗事 几乎没有两样 官媒报道的规格也相当的一致 相较于四年前对李鹏告别式的报道 央视二号对李克强告别式的报道长度也在五分多中 而复文内容也是一字不差 形容李克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党跟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这连电视报道拍摄的取景构图跟配乐也都几乎一样 出席李克强告别式的中共官员层级 也是外界的观察重点之一 李鹏过世的时候是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率领中共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六名常委 一一在李鹏临前三鞠躬致哀 瞻仰怡荣并且慰问家属 此前有分析一册 考虑到李鹏的辈分比李克强高 以及习近平跟李克强之间明争暗斗的故往 习近平这一次对李克强致哀的态度可能有所不同 不过就官媒二号播出的现场画面来看 习近平是做主了礼数 在中共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其他六名常委的陪同下 习近平协同妻子彭丽媛率先在李克强临前行三局公里 并且绕行遗体瞻仰之后 与李克强的家属握手之意 央视报道还特别突显出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送了花圈 因为他本人并未亲自出席李克强的告别式 李鹏四年前的告别式上 胡锦涛同样是以花圈之意 而当时在旁人的川普下 向李鹏家属致哀的另外一位前总书记江泽民 已经在2022年11月离世 部分观察人士曾经猜测 基于习近平跟李克强之间的矛盾 中共不为李克强办追悼会 也不设智商委员会 恐怕意在矮化李克强 对此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郭宝胜认为 中共刻意将李克强告别式的规格 严格比照李鹏的告别式 除了要强调总理级别的标准规格之外 也是为了要避免外界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郭宝胜指出 在外界对李克强死因始终曾有疑虑下 习近平反而得刻意让场面办得滴水不漏 就算他当场落下鳄鱼的眼泪也不足为奇 更何况中共本来就善于作秀走行事 因此给李克强办这场不高不低 完全不漏破绽的告别式就显得相当的合理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则说 李克强的告别式达到正国级的规格 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 也符合惯例 但是总给人一种行礼如银的感觉 比较像是做给社会大众看的 他表示感觉上习近平等人就是有点心不甘情不悦 因为政治局常委不去的话 可以想象大概中国社会马上会有更大的反弹动乱出现 习近平也意识到 如果不去的话可能会产生社会动乱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可能会觉得说 好吧我就带其他六个常委大家一起去鞠躬 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尽快的落幕 另一方面 李克强葬礼告别式的场内庄严肃木 但是场外 北京当局则是维持了高度警戒的安保规格 自李克强遗体从上海运抵北京之后 天安门广场周边界被警力明显的增加 告别式当天上午 大多数连接广场的通道都被封闭 但是升旗时段预约入场的管理名额却迅速的额满 部分入场民众告诉台湾媒体中央社 那是因为不曾见过天安门广场升旗之后 又降半起的景象 在八宝山公墓的周边 管制区则是遍及到2到3公里的区域 根据中央社报导 部分路段车辆进行 行人也没有办法穿越马路 有一些人试图停留在人行道上 目送李克强临车通过的人群 也被执勤的民警给劝离 李克强丧离期间 中共更严格地管控民间各种可能聚集人潮的追悼活动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说 中国政府之所以会这么的敏感 是因为当前经济成长放缓 年轻人的失业率又高 加上去年底中国社会爆发过大规模的白纸抗议运动 人心浮动未减 因此对于中共来说 务必排除任何让民众有可乘之机来抗议示威的机会 而美国之音的记者也捕捉到李克强悼念活动的现场 有民众将习近平的画像套上了一条围巾做的角色跟一盒包子 不满的情绪不言而喻 中国前总理周恩来1976年过世之后 引发了北京天安门的四五运动 前总书记胡耀邦1989年过世时 中国群众对他的追悼最终酿成六四天安门事件 庄家英指出 有鉴于潜力的历史背景跟当前经济情势不佳 以及习近平强力管控民间声音的倾向 中国官方自然希望低调快速地扮往李克强的后事 对于民间弥漫着怀念李克强的情绪 庄家英认为 这并不证明李克强的总理绩效有多么的优秀 又或者他所代表的自由经济路线能够让中国变得更好 比较精确的解释应该是 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跟政治氛围并不受到民众的信赖 他说北京当局也能够感受到 人民借着怀念李克强来抒发不满 因此对于相关的追悼的管控并不会随着李克强遗体的火化 就这样收手 或许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他说以历史的一些案例可以看到 这样的追悼活动可能跟个人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 可是他这种想象 这种希望 找一个机会来发出声音的动机 即便是在几个月之后 一两年之后 都有可能会产生群众运动 但是郭宝胜的看法比较悲观 他认为李克强死了之后 中共党内更加的强化习近平的独裁地位 可能会变成铁板一块 再加上现在的社会气氛 并不如文革刚结束时的觉醒气氛 人民群众借着悼念李克强之死 再次上街的可能性并不高 台湾学者丁树范也说 李克强的促势引起了中国的民心动荡 甚至还因为公安维稳 打压民间自主追悼 而加剧了社会的紧张氛围 习近平心中所想的 自然是不能够再让紧张升高 他说既然习近平在李克强的告别式上 该做的礼数都有做到 那么民间这一股借由怀念李克强 实则不满习近平的怨气 未来恐怕再无着力之处 随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APEC 即将在本月于旧金山召开 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有机会在峰会上碰面 美中双方持续释出善意 为这一场潰危已久的拜习会 来营造友好的氛围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2号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在纽约智库亚洲协会 针对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政策 来发表演讲 国际媒体普遍认为 叶伦选择在此时发表讲话 目的是在为拜登跟习近平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上 可能的会晤 奠定对话的基础 10月17号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才刚访问完华盛顿 当时他表示美中两国都同意努力促进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会面 不过他也警告 通往旧金山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 不能够靠自动驾驶 在2号的演讲当中 叶伦重申印太地区是21世纪全球经济的核心 因为该地区居住着全球过半数的人口 并提供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经济成长量能 他也谈到华盛顿对于印太地区的愿景 美国致力于维系印太地区的开放、自由、联系、繁荣、安全跟任性 叶伦指出为了达到前书愿景 拜登政府制定了三个优先项目 分别是扩大贸易与投资 强化经济韧性 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在扩大贸易与投资的部分 叶伦谈到增进国际贸易 可以促进美国与印太地区的互利 由于印太地区成长快速 这样的成长会让消费者快速的增加 因此透过贸易跟出口可以增进美国国内的生产 并且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对消费者来说 贸易能够降低价格并且带来快乐 在强化经济韧性的项目上 叶伦表示 由于新冠疫情对经济的重创 这让美国意识到 透过了多边跟双边合作 强化供应链多元化的重要 在落实油安外包的政策 美方希望透过跟盟友以及伙伴合作 将供应链给多元化 相关的政策 已经慢慢地在数据当中看到成果 在汽车跟电气产业当中 美国从印度、越南跟墨西哥的进口量 组渐地增加 并且减少对于单一国家的依赖 在这个案例当中指的就是中国 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 叶伦认为 处理气候变迁是印太地区 刻不容缓的问题 因为该地区存在众多的岛国 许多印太地区的人民 都跟海洋息息相关 太平洋岛国很有可能 因为海平面上升而丧失领土 这将重创他们的人民跟经济 因为经济的相互连结 以及对未来的共同目标 使得美国必须要支持印太国家 来应对环境问题 并且探讨可能的能源转型 会上叶伦也提到 国际社会最关注的美中议题 他强调 美国没有企图跟中国脱钩 经济上跟中国完全切割 或是相关逼迫印太地区国家选边站的做法 都会造成巨大的负面效果 分裂的社会 以及灾难性的后果 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想做的是去风险跟多元化 对此 叶伦进一步地谈到 拜登政府在与中国从事经济互动时的三大目标 首先 保障国家安全利益跟维护人权 这是不能够退让的部分 美方会透过特定的手段 从经济角度出发来维系国家安全 像是拜登总统 对于境外投资的行政命令 希望能够维系国家安全 但是又不阻碍中国成长 其次 美国希望能跟中国建立互利 而且健康的贸易关系 因此 美国需要对中国不公平的经济活动 做出回应 像是让美国企业跟劳工区 于劣势的非市场政策 建立贸易壁垒 以及经济胁迫弱小的贸易伙伴 第三 美国希望与中国在全球挑战当中合作 像是气候变迁 还有低收入国家的欠债问题 会议上 叶伦也再次的呼吁 美中之间要持续的沟通跟互动 才能够降低误解 并且厘清彼此在各项议题上的观点 另外 新华社也报导 经过中美双方的商定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政华 将在4号到7号 跟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凯瑞 在美国加州举行会谈 就相关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根据报道 届时中美双方将围绕推进 因应气候变化行动 以及合作支持将在杜拜登场的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成功举办等议题 来深入的交换意见 据报道 凯瑞曾经在7月中旬访问中国 就推动节能减碳等气候的议题 来跟中方交换意见 虽然并未获得到具体的成果 但是也成为今年美中高层官员 往来互动的显著环节之一 现在正值拜习会确认前夕 谢政华此行也被视为 美中在拜习会之前的 气氛营造环节之一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 二号在北京火化 中国官媒报导 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 八名正国籍领导人都出席的告别式 胡锦涛则致赠花圈 本人并未出席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二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 李唐庄严肃木哀悦低回 政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李克强同志 横幅下方是李克强的遗像 李克强的遗体安卧在鲜花脆薄丛中 脸上挂着眼镜 身上覆盖着先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九点多 习近平跟夫人彭丽媛 中共政治局其他六名常委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跟李希 以及国家副主席韩正等 都来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在李克强的遗体前 肃立挨莫以及三鞠躬 并与李克强的亲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而胡锦涛 宋花圈 对李克强的逝世表示哀悼 值得注意的是 新华社表示 李克强抢救期间跟逝世后 习近平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跟胡锦涛等人 前往医院看望 或者是通过各种行事 来对李克强逝世表示惩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来表示深切的慰问 而外界也关注 跟李克强同属共青团派的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 去年10月22号 在中共20大闭幕会 被习近平公然请出场外 引发了举世的关注 之后胡锦涛曾经在同年12月5号露面 为已故前领导人江泽民来送别 但是却缺席了隔天举行的追悼大会 根据新华社报导 在2号李克强的告别式上 胡锦涛制赠的花圈 本人并未出席 在李克强的后事安排当中 官方于27号发出的赋文 也格外的引人关注 综合媒体报导 中共官方10月27号 发布李克强的赋文 当中五次提及到习近平 其中有两次强调李克强在习核心的领导下取得成绩 一次指出李克强退售之后 坚决拥护和支持习近平 习近平的名字在李克强的赋文当中出现五次之多 也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X账号新闻调查评论说 能在别人的赋文当中五次提到自己的名字 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 此外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 也注意到李强赋文的悬疑之处 他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最新一期中国内幕当中 点出赋文里出现跟没出现的用词 除了文内提到维护习近平为核心的措辞 比李克强本人还多之外 余茂春还补充提到 赋文当中并没有提到李克强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第一个真正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 而这个淡化学历的动作 事实上就是典型的中国语义学 余茂春提到 赋文忽略了这个基本的个人专辑讯息 从未提到李克强经济学博士学位 那是因为习近平有一个假的博士学位 是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最高领导人永远不能够被一个外来的下属给盖过 这是典型的中国语义学 正因为李克强已经卸任离开政府 所以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潜在替代者 余茂春认为 李克强在中共官僚机构里面 确实有忠实的粉丝 而老百姓唯一能够找到表达政治观点合法的借口 就是哀悼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去世 大多数的人根本就不关心李克强 但是他们确实很想利用这样的场合 来表达他们的沮丧跟对党的愤怒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 10月27号去世 享年68岁 在所有人都为他壮志未愁的一生叹息之际 李克强的死也拉开了中国复杂政治斗争的新一幕 日经新闻2号发表了一篇题为 李克强知死的神秘与危险 习近平的永远的对手 是今年夏天北戴河大戏的幕后黑手的文章 内容写道 关于李克强的死 外界众说纷纭 这一切不外乎是因为李克强向来 被视为习近平的永远的对手 两人在2012年之前 都有望接替前国家主席胡锦涛 他们分属党内的不同派系 这些政治上的竞争 再加上一连串的谜团 都导致了有关李克强知死的阴谋论的传播 而日经新闻的这篇文章 则是又加上了一个可疑之处 话必须要说回到之前 日经新闻针对今年北戴河会议的一连串爆料 指出北戴河会议上 一群退休中共元老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斥责了习近平 习近平之后 甚至向其最亲近的幕僚们 表达了他的沮丧 综合系列报道 当时有三派主要中共元老势力 向总书记习近平来施压 包括了已故前中共总书记 江泽民的最亲近幕僚之一 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以及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 两人分别被视为江系跟军系的代表 至于张德江 则被视为是替红二代来发声 二号最新发布的日经新闻文章 则引述了一位熟悉中南海情况的消息人士指出 其实李克强才是党内元老 在北戴河向习近平提出 严厉建议的幕后黑手 这位了解中南海的消息人士表示 李克强间接参与了 今年北戴河会议的紧张高潮 他虽然没有前往北戴河 但是曾庆红的建议 很可能反映了他的观点 文章指出如今李克强已经过世 他究竟向三位代表传达了什么 外界无从得知 但是文章认为 回顾李克强在2022年北戴河会议之后的讲话 外界或许可以做出一些推论 此前仍然在担任总理的李克强表示 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这意味着已故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消失 可以看到李克强为自己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合法继承人而感到自豪 而改革开放政策是在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期间坚定维护的 李克强一直将胡锦涛视为提拔他的恩人 因此李克强可能会要求在今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 向现任党的领导人来传达他对中国如何前进的想法 一位长期从国内外观察中国政治的专家 上个礼拜对李克强的突然去世发表了评论 他说当中国历史发生变化时 重要的不是永远不会被揭露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很多普通人都相信这是事实 而在李克强猝死的事件当中 有相当多的人相信所谓的阴谋论 文章作者感叹 在今天的中国不正常已经成为了常态 他举例2022年20大闭幕式上演的一出震惊全世界的大戏 也就是80岁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被强行押出会场 而最近外交部长秦刚跟国防部长李尚福都被解职 这也让一般的中国人感到困惑 随着这些谜团不断的发酵 李克强过世也让中国人再次的感到疑惑 他们质疑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退休之后 难道不是一辈子都得到精心的医疗照顾吗 这些退休领导所到之处 不是都有医生、护士、保镖跟秘书全天后陪伴吗 文章也证实 的确这些退休领导的健康状况 每天都会被检查几次 而得益于这种全天后的健康管理体系 党内元老很少在60多岁或者是70多岁去世 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活到了90多岁 而李克强是当中最年轻的退休老人 8月底他参观了敦煌的世界遗产墨高窟 当时他看起来身体状况相当的良好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他便因为吐发心脏病而去世 显然谜团正在酝酿当中 文章引述了另外一位可靠的中国政治消息来源 他提供了有助于理解李克强去世后 中国政治跟社会的背景 这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就中国的政治结构来说 最重要的是前总理是习近平的永远的对手 随着习近平政府在经济 外交跟安全等方面 面临到前所未有的严峻困境 中国公众似乎将目光聚焦在 今年早些时候优雅退休的永远的对手身上 也就是李克强 这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习近平因为某些意外事件 而不得不提前退休的话 那么李克强很有可能就会接替习近平的位置 因为他还很年轻 习近平会因此担心也并非毫无道理 习近平跟李克强之间的竞争 可以追溯到中共2007年全国代表大会之前 当时胡锦涛的继任者是谁已经很明确 最初人们认为李克强已经为了晋升做好了准备 他是胡锦涛最亲密的助手 也是所谓的共青团当中的明日之星 而习近平被视为第二个最有可能的候选人 他代表的是太子党跟红二代的一小群人的利益 然而最后的结果却跌破了外界的眼睛 习近平跟李克强都被任命为政治局常委 但是习近平的级别却比李克强高了一个档次 习近平的较高地位使他毫无疑问地接替了胡锦涛 突然习近平跟李克强的立场互换 尽管如此习近平对李克强始终都没有放松警戒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10月30号在乡山论坛上 对台湾问题做出了强硬的表态 他说中国军队绝不手软 张又霞的这番讲话正值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近期对军队进行大清洗之际 遭遇到人事动荡的解放军 还有能力跟意愿对台湾发动攻势吗 美国之音报导 在乡山论坛召开前不久 10月24号 中国宣布正式解除了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职务 但是并没有宣布原因跟任命接替者 今年8月两名火箭军高级指挥官被撤职 接任的还是来自于空军跟海军 没有任何核武管理经验的人 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太研究所 研究主任罗德里克里 10月31号在华盛顿智库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举办有关中国解放军近况的讨论会上说 就战备情况来说 最近的清洗对大多数解放军作战单位 并不会产生重大跟长期的影响 他说如果一些低级别的官员也遭到了清洗 那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但是日常的解放军作战准备 无论是在常规还是核领域 应该都不会受到影响 他解释说 火箭军总部负责管理人员 训练跟装备等功能 而且解放军的体系设计的非常坚固 无论是在行政还是操作功能方面 即便是一个作战单位的整个党委 遭受损失也能够承受 可以通过后备方案 或者是填补空缺的流程来弥补损失 事实上 腐败问题在解放军内部更深蒂固 一直都存在着 2012年上台之后 习近平就致力于清除军队腐败 跟纪律的松懈 虽然有人认为 他可能也是在扳倒政治对手 落马的军方高官包括了 无期徒刑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罹患癌症去世的徐才后 自杀的中央军委原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 以及背叛了无期徒刑的中央军委 联合参谋部原参谋掌防峰会等等 美国空军大学的罗德里克里认为 由于腐败是中国军队的常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解除更高职位的人的职务 并不会导致解放军更加的不稳定 这意味着习近平经历了一个 腐败是常态的体制 留下来的人不是不腐败 只是在高层剩下的最不糟糕的选择 这也很难期望他们不再受到诱惑 要么重新腐败 要么继续腐败 不过罗德里克里认为 这样一个腐败的体系 可能会让习近平对解放军 能否完成自己要求他们完成的任务 没有信心 习近平可能会感到非常的沮丧 因为近十年的反腐败努力 显然没有取得到多大的成果 人们显然仍然愿意从事腐败活动 最近跟今年没有 但是一两年前 有一大批的国防工业高级官员 因为腐败问题而被捕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 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兴 日前在彭博社发文说 在目睹了充斥腐败的俄罗斯军队 在乌克兰的惨淡表现之后 习近平应该是真的担心 如果他下令一支 由贪腐跟无能军官指挥的 解放军军队参战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他也认为 习近平近期的整肃活动 不会解决根本的问题 相反的 他必须使解放军减少政治化 更加的透明 否则中国不仅会输掉反腐败斗争 还会输掉下一场战争 前美国印太司令部 中国战略焦点小组的代理主任飞勒 10月31日在警上舰亚太安全研究中心 举办的线上研讨会上透露 中国军队清洗除了和腐败有关 还可能由于官员专业表现不佳或者是不当 一些人认为解放军飞机越来越多的拦截美国等国的侦察飞行就很不专业 也有人推测 这些更具侵略性的行动是故意要下跑侦察机 甚至是制造危机 他还认为这些人事动荡跟谣传的政变无关 因为还没有看到任何可靠的资讯 表明存在叛乱或者是有人策划政变 美国空军大学的罗德里克里还提到 他不认为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正立 会成为下一任的国防部长 他说对刘正立来说 接任国防部长技术上来说是贬值 因为从组织的序列上来说 总参谋长在军队的实权可以排到第三或者是第四位 而国防部长职位在中国是没有实权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张佑霞发出威胁的同时 中国也加紧了对台湾的武力施压 台湾国防部11月1号公布 中国军队过去24个小时之内 总共派出了歼16等个型战机43架字 跟七艘的舰船来扰台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马克扬 近日也撰文分析指出 最近的人事混乱 显示出习近平的判断 跟审查失误 以及人事管理体系存在裂痕 但是对火箭军领导层的全面更迭 跟用外部人士接班的决定也表明了 他可能不会很快的发动大规模的冲突 因为如果习近平预见到战争即将爆发 可能不会连跟拔起火箭军的整个领导层 或者他至少会选择更熟悉该军种的替代者 不过也有一些人担心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 以及乌克兰战争会分散美国的注意力 或者是减少对台湾的支持 从而促使习近平在台湾采取动作 但是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 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源指出 中东的战火不会从根本上 改变中国对入侵台湾的算计 他认为中国还必须要考虑到 美国干预台海战争的可能性 以及中国国内目前糟糕的经济 不过以色列国防军10月31号说 以色列战斗机空袭了 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些基础设施 根据日经亚洲报道 如果拥有了更多远端导弹的真主党 加入到战争 并且从以色列北部发动导弹袭击 这将使得美国对于台海战争当中 所需要的武器进行直接的权衡取舍 对此仅上见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教授菲勒认为 美国仍然有充足的能力跟手段 来应对印太吐发事件 包括了国会有权将美国国内的军事资源 派往更西边 派遣数万名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士兵 并且携手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盟友 来加强共同军事的存在 另外有人担心 从现在到明年5月台湾新总统就职前的7个月里 中国跟美国将面临到关键时刻 中国将继续考验美国跟台湾的决心 可能包括了今年冬季再次的增加H6轰炸机的活动 美国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萨德勒 跟青年领袖计划委员科瓦齐发文指出 中国近期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达到了新的高度 美国需要在该地区做好军事准备 他们指出这种持续存在从本质上来说具有不确定性 这时的解放军能够迅速升级警商局势 甚至是更糟糕 几乎没有警告 中国加大的军事行动也耗尽了台湾的军事反应 以被习近平的共产主义政权 决定将军事演习变成攻击的前奏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所张审明室表示 中国发动入侵台湾可能有多穷的时机 比方说当美国宣布放弃台湾 中国将通过软硬监视的手段来迫使台湾被统一 当解放军充满信心的认为可以摧毁并且击败美国 当台湾宣布独立 或者是习近平对于明年1月的台湾大选结果感到愤怒等等 他认为如果习近平现在下令攻台 解放军领导人会在政治上点头回应 但是不同军种的指挥官有不同的迎战意愿跟能力 比方说东西部战区司令员可能会认为做好了准备 但是火箭军未必如此 因此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准备好 因为解放军跟美军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也许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才能够赶得上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